天主,你若稀采人的罪乎,我主又有谁来能占得住,以色列的天主,然而你一向宽恕为怀。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平安。 圣父平安。 在今天的读经语,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我们就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 保禄他用亚巴朗的两个孩子当作一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以色列代表过去的旧约或是美色的法律,而以色列就是代表新约,是天主在耶稣基督神上所实行的一切。 那我们要记住这个加拉大书,保禄他写的是因为在教会团体里面出现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跟总统大事录的第十五章,有关外邦人,他们要加入这个团体,是否要先成为犹太人。 所以他的重点就是说,你一相信耶稣基督接纳耶稣基督灵犀,那就可以了,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 在今天是双十,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庆日,我们也祝福我们的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也同时,我们为这个中华大民族,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我们为这个大民族祈祷,希望我们可以和平享受。 在天主的祝福下,我们能够平安的过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中罪,为此恳请统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祈祷,上主求你以生存,引导我们,支援我们,使我们实时处处转悟上功。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其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至加拉达人书 弟兄们,法律书上记载说,亚巴郎有两个儿子,一个生于婢女, 一个生于自由的妇女,那生于婢女的,是按肉体而生的,那生于自由的妇人的,却是按着上主的诺言而生的。 这两个妇女只是一个比喻,他们两个代表两个盟约,一个出于西奈山,所生的是奴隶,这就是哈加尔。 然而,从天上来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的母亲。 因为经上记载说,不能生育的使女欢乐吧,没有经过铲痛的女人欢呼歌唱吧, 因为被冷落的女人,比有夫之妇的子女更多。 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婢女的子女,而是自由的妇人的子女。 基督解救了我们,是要我们获得自由。 所以,你们要站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所控制。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上主的仆人,请同声赞颂,赞颂上主的名。 愿上主的名受赞美,从现在直到永远。 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从日出到日落,愿上主的名受赞美。 上主超越列国万邦,他的光荣驾铃穷仓。 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谁能与上主我们的天主相比? 他从高处服侍诸天和大地。 把软弱的人从尘埃里救起。 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 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赞美主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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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你们今天不要再心硬 而要听从上主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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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不远千里而来 要听萨罗曼智慧的话 看啊 这里有一位比萨罗曼更大的 另一位人在审判时要和这时代的人一同起来 他们要定这时代的罪 因为另一位人听了约纳的宣讲就悔改了 看啊 这里就有一位比约纳更大的 上主的圣言 祈祷我们赞典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在FB上有一位朋友他分享 他分享说他以前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工作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他工作的忙的 忙他的工厂 忙他的生意 所以没有闲的空间 没有闲的时间 所以他就没有接触到所谓的FB 脸书 他退休了回到台湾 时间多了 以后他就开始接触这个FB 他说他加入了这个脸书的世界之后 他被吓到了 他说他被吓到了 因为在FB在脸书里面 他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团体 他说这些人好像是从外星 他们好像是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的 那这些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的 有一个好像是共同的使命 那这个使命是什么 来救我们的地球 所以我们的地球应该是要早一点来救 要不然这个的地球 地球就会被毁灭 他们也来救我们人生的道德观 他们说看到这个时代 他们生活太乱了 不如我们以前 这个是我们比较年长的 我们就看年轻人 我们以前是过得怎么样 你们现在呢 我们来救这个道德生活 要不然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败坏 以后呢他这个朋友他另外一个观察 他说这些不同的团体 他们有共同的使命来救 现在的地球也好 或是社会也好 但是这些不同的团体 好像是彼此之间是有对立 他们没有一起合作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你不要来碰触我的这个界限 要不然去活了 以后呢他说 这些外星人来救世界 他们看到世界是腐败了 但是他们自己也是在腐败中 这个是这个朋友他的分享 那说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腐败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邪恶的时代 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早期 耶稣也看到了 耶稣看到了 在他的时代 他所看到的人 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那他们 邪恶的时代是在哪里 是因为耶稣已经来了 天天都在星期几 每天在星期几 但是在场的人 他们还要求一个奇迹 这个像我们说那个水 那个鱼在海中 在海中 还要求看到水一样 他们天天看奇迹 但是他们要求奇迹 所以耶稣就说 你们这些就是邪恶的 邪恶的时代 看不到 但是重点看奇迹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帮助他们后面的说 他们要悔改 我们看那位人 他们一听到了 约纳的宣讲 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要悔改 改变他们的生活 所以奇迹的功能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就是帮助人 会看到自己的生活 做一个决定 要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 我这位朋友 他后面他还写了 他说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腐败的时代 这个是要告诉我们 要期待光明时代的来临 我们在黑暗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希望 我们会有一天看到光明 在腐败的社会当中 我们会渴望 希望有秩序的社会 所以我们处在这个黑暗的 我们要保持一个希望 有天主的主佑 有天主的灵在 有天主的德能 我们希望 我们会看到 有光明的时代的来临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使你绝保我们的思想和运行 使你却都增加你的方向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求你公主神 决心 全灵 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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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天主 天主 可以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我们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佩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析切得 三位者圣神 倾入于我们 及全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 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他为同受福音的 同爱人名 或者你能忍受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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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祝今日结束我 祝今日结束我 你给我你的生命 你给我你的生命 你给我你的爱情 祝今日结束我 生活是死亡 是欢交 是苦极 生活是爱情 是真正 生活是希望 是祖内的呼声 生活是在祖内爱之歌